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個人投胎 他那個靈魂 跟這個母親孕育的肉體 是在懷孕的那個時候 那一剎那裡面就結合了 還是在出生的那個時候 不一定 在不同的時候都可能 有可能就在很早那樣就開始了 基本上從結合金子男子 陪帶發育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到生育 都有可能來不同等級的投胎的人 我在想問你 有些靈魂是不是不一定是這個星球 完全有可能 我們這個心情在宇宙中就是個微塵 我們的靈魂多麼大 可能會不會有些是從很遙遠的星系 或者很遙遠的一個星球 走了很遠的路來 他不會走很遠 都超光束的 我知道是超光束 他沒有很遙遠 就是因緣劇組就在那兒 你的念頭 你的念頭需要超光束嗎 因緣劇組你就踩死了那個念頭 頭髮就那麼快 因緣劇組你的念頭踩死了你就在那兒 還要走好遠嗎 那這樣母親的子宮就相當於太空艙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也不一定吧 各種各種 看他怎麼看了 可能是海洋 可能是天空 可能是時空隧道 可能是個蟲洞 在科學的業者 可能是各種各種 可能是個什麼閉關房 可能是個書屋 個人也看不同的境界唄 你看不清真相的 沒有人覺得他進了一個子宮裡邊 我發現 我沒有那樣去感受 我一直覺得他應該是個太空艙 開水感覺了嗎 塗他那個人自己會找到的 是吧 會不會有些星球特別快樂 意思 意思 有的星球快 離地球近一點 不 特別快樂 有些星球就是 有的星球就是 那裡的生命是 極樂世界嗎 它不是一定是極樂世界 有的天人也很快樂 但是就特別快樂 對 天人也很快樂 有沒有那個世界就 基本上就是孩子 但是是特別快樂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形象不像我們的成人 像孩子 有 很多星球是這樣的 真的 真的 地球也挺好的 地球藍色的星球很好啊 好漂亮喔 也可以快樂的 會不會有些人就是說 很好的福報 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確實也 確實也 給了他相應的福報 但是 送他來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希望他走得更高一層 一級台階 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那麼 送他去地球 如果說 他選擇在那裡墮落 如果選擇在那個地方 這個邪惡 那麼送他去地球 這誰幹的 因為 你說的這送他去地球 誰幹的 宇宙的智能法怎麼 我沒看出來 都是自己選的 都是自己選的 比如此時此刻 坐在這兒 你就選擇了煩 我就選擇了快樂 都自然選的 不要在這個世界 藍色的星球上 是吧 你覺得 你選擇了有煩惱這件事 認知 雖然你也不煩此時啊 本來我們倆都在喝茶 一模一樣 一點也不差 然後你說 這個世界是有煩惱的 我說沒有啊 挺開心的 就兩個認知而已 你也無我 我也無我 你選擇這個世界是煩惱 這個認知 我選擇了這個世界是 快樂的認知 剩下的都是假象啊 剩下的你過去了已經 剩下你頭腦那些東西 不再過去就在未來 那跟此時此刻有啥關係 此時此刻如果能夠 借文覺知說話的話 你告訴我這個地球是煩的 我告訴你這個星球有快樂 我說有快樂有煩還是建立在 因為這個世界大部分 保持著這個認知 所以我要是說這個世界是快樂的 眾生會覺得不太 你說的不太全面 你說的不圓滿 你這種不能一封無二說話 所以我說哎呀有快樂有煩 是吧 但主勸的說 快樂跟煩這兩個名詞 都是人力給推定 定義出來的 因為絕受的 你自己絕受或者是覺得不舒服了 覺得這叫煩這叫地 其實真的真的不會有這些 這個是個夢來的 真的不會有這種事的 這個世界真的是極樂世界來的 我們在做噩夢啊 你覺得你在夢境裡啊 我不是在這兒 坐在這兒吹牛 坐在這兒說 說大話說告訴你們 這個世界只有快樂 或者是安慰你啊 真不是啊 我跟你是一樣樣的人啊 我也是從父母那生出來的 是吧 我也有病啊 是吧 我也不舒服啊 喘不過氣啊 是吧 我在這個世界上 你們說的所有的 應該有的我都有啊 比如說一個人呆著了 你看呢 又肉啊 還在山啊 還胖啊 還這樣那樣 但我覺得很快樂啊 你們認為的 所有的應該煩的東西 我都有 是吧 擁有嘛 那還能有這些 是吧 這個地方 這麼有缺陷 你只能擁有這些了 比如疾病啊 比如老啊 病啊 死啊 什麼東西 這個世界有的我都有 但是這個 跟快樂沒關係啊 你快樂啊 至於他叫天堂 還是叫地獄 那只是起著名字而已 只是這個 這叫快樂 我初步地獄這個世界是 說他煩惱啊 快樂參拜 那個是祝師這樣認為 因為這樣不說 祝師不跟你死教嘛 他說我煩成這樣 你為什麼老說 這個世界是快樂的 你不痛不癢 你那樣子都講是亂講 是吧 那為了祝師不死教 那就是 哎呀你對你對 你是煩 你是快樂 其實這個你是煩的 祝師這樣說話 是因為祝師 沒有醒來在夢裡 做夢嘛 那個 反正夜長 天也長 你看又下雨 大家這個夢醒不來 需要點時間 夢醒不來很正常 壓抑了好久了 做夢都好睡嘛 大家睡眠好嘛 這件事真的可以達成的 而且正在發生 快樂 知道吧 而且永恆的快樂 不因為發生了快樂的事 你就是快樂的 你就是快樂本身 沒有煩惱這回事 不存在 不管過去做了什麼 未來做什麼 都是這樣 會達成 知道吧 醒來就OK 至於你醒來了 你想聽啥聽啥 你聽煩惱也行啊 聽煩惱你知道吧 靈聽煩惱 上帝經常幹這做事 靈聽煩惱 因為只要聽音樂嘛 做事的心音 心音啊 就像夢中的抑鬱啊 在夢中的呼喚啊 苦海的呼喚啊 哭啊 笑啊 淚啊 都在聆聽 上帝聆聽的 絕對不是音樂 但那就叫音樂 作為一個上帝 既然眾生把他放在上帝的位置 作為一個菩薩 作為上帝 那他能聽啥 不就聽眾生哭喊裡面的哭喊嗎 他定義了慈悲 那個定義的時候 那就是哭喊 但是那就是音樂啊 就是在呼號 就是在哭喊 就是在求 就是在不滿足 掙扎 就是在笑 就是在哭 就是在抱怨 責備 憤怒 公居 謾罵戰爭 你聽到這些會煩的 上帝不煩 哇 上帝說 總是這個夢做得不來壯壯 江曉悅 江曉悅 東吳會不會像人這樣 當然啊 就是也 東吳是不是 也會做夢的 會不會有煩惱 有憤怒 他有憤怒肯定就煩 是吧 他要達成他的願望 肯定要煩啊 動物更無眠 也在做夢啊 你看牛也狗啊 都會哭啊 他哭還不是苦 覺得自己對了吧 難受嘛 傷心嘛 他為什麼哭呢 傷心就流淚嘛 跟人一樣的 有情感 怎麼可能不一樣呢 動物是有情感的 有神經系統 有情感 有啥不同 他就比這個愚痴一點 他是本能的角色 人是有思想的 動物完全靠本能來去處理問題 他不懂煩惱 比我很快 他不懂煩惱 一個傻子 你上去踹了他倆腳 打了他兩個耳光 給了他一塊麵包 他馬上就把你擦了吃麵包了 你知道不 傻嗎 你覺得他忘了嗎 你再拿起手打他 他也嚇得這樣子 但是給他麵包他又這樣子 傻 愚痴 他不是旺得快 他是 他是不會記那些了 他腦子轉不過來 所以很小的孩子 比比呀他不停地笑 你知道他的快樂來講 無知 他不懂了一下 啥也不知道 他長大了為什麼就不快樂呢 我們小時候也是天真的 無限的 笑得很燦爛的嘛 沒啞也笑得這樣子 好燦爛的笑容 不知道這個世界 覺得這個世界 只要有糖吃 有麵包 有好吃的 只要我媽在 每天 我要的父母在旁邊 每天看開心心的 要吃 想要個玩具 有了 想要個糖 每天開心的 不得了 就那麼簡單 我們的要求很少啊 是吧 沒有太多要求 所以無欲無求也快樂嘛 無求給他 但那不是解脫 你無求也快樂 沒什麼 小孩子就沒太多要求 就有些要求很越達成嘛 父母幫他達成了嘛 我們現在要求父母幫不到了 達不成 比如你說你要個愛情 你媽怎麼幫你 你說你要個房子 你媽給你攢點錢買 你要個愛情 你媽就幫不到了 而且你要個愛情 她也愛你 你也愛她 天婚地愛的 還能她永不變形 那更難 是吧 這上帝眼都很難做 上帝說 人家如果有那種能力 我也下去啊 走 玩了嗎 在那個海洋王谷裡面住了兩天 住了兩天 住了兩天 看那個動物表演啊 其中有一個節目 看那個動物表演 哎呀動物好純真啊 但是我在想 他們如果在那些海洋裡面 他們也許更快樂 可是快樂快樂快樂 比如說那個白金 快樂快樂快樂 那一頭虎菌就會吃掉他們一頭 他們不懂 除非智商很高的 就像我們在家裡 倦啊一頭狼 或者是一頭獅子老虎 你在樓子裡養他 從小養到大 他也不懂得 你不能評價說 他在樓子裡更快樂 或者在田野裡 在草原上崩逃更快樂 在草原上他有風雨 他有餓餓的時候 在家裡你養著他 他四三都不用醜 他不用自己去輕辛苦苦去拼搏 他不懂的 你把他放在草地上 放在草原上 生活所必 他也得奔跑 我明白這個 沒有快樂 但是我主要不是想問這個 我是覺得 你不能評價水 怎麼樣更快樂 我是覺得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時候你會覺得很美好 特別美好 藍天白雲避海 藍天白雲避海 草地啊 那是你看見的 那些動物也很快樂 不快樂 突然來自老鷹 這個小鳥就吃掉了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死 他也不知道 就像那個動物王國那些 那些魚 讓人逼著要去 翹起來翹起來 然後餵他的魚 然後讓海豚去表演 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生命 會喜歡被人強迫著幹一些動作 我這一點我是肯定的 我雖然不知道那個海豚翹起來 餵了那兩條魚 一定要翻個跟斗 但是我想他願意翻跟斗 那是他高興的時候 他煩的時候你讓他翻跟斗 我覺得魚在海洋裡也會翻跟斗 也會打挺嘛 但是不是每天都要翻跟斗的哦 但是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哎呀好可愛啊 他翻個跟斗他很開心嘛 你怎麼知道他那天想翻跟斗呢 我始終覺得任何一個東西 不管狗也吧貓也吧 你強迫他去做他 不管他喜歡不喜歡 即使他舉手知道他能做 你強迫他就不快樂 但是我們沒有能力去定義隨時快樂 除非他能夠從魚翅中覺醒 否則他沒有快樂什麼不快樂可以 他無可選擇 你遇到內境了他就煩 遇到送界他就快樂 就是那樣 放到草原上也苦 放在海洋裡也苦 養著他魚翅子寒苦 各有什麼 我們用我們的眼睛看到的這個世界的快樂 跟煩惱很淺 很淺的 那些解決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一點快樂的時候 我們也解決不了自己 無法解決自己心裡邊的有時候會有些煩惱 只是覺得這個世界還是有快樂可言的 但是並不覺得我們看了那些快樂 那些快樂就是取代我們的煩 是因為看得太起來 因為你不了解 不了解這個世界 你如果了解魚 了解狼 了解老虎 了解動物 了解眾生 了解所有人的生活習慣 了解他們的煩惱苦 所有的東西 你全部了解的話 你就不會下定義了 你也不會覺得誰可憐誰不可憐 你知道他要不覺醒在哪一道也不行 他只有苦也有了 在哪一道也不行 為什麼在極樂世界的蓮花裡還要做惡夢 他在極樂世界也不行 他們做夢啊 花開不了嗎 做夢 心打不開 極樂世界也做惡夢 動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